欢迎来到郡堡美食 今天我们做超级柔软的全麦小餐包 波兰种做法软到不知所措 常温放置三天也不会变硬 既有粗粮的营养又有非常精细的口感 喜欢吃面包的一定记得收藏视频哦 先来做波兰种 100克全麦面粉 1克酵母 加100克的冷水 面粉和水的比例正好1比1 用筷子一直搅拌直到看不到干粉了 搅成像这样的面糊就可以了 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这次发酵好的波兰种 体积明显增大了 扒开里面全是蜂窝状 先放一旁 然后是煮面团 130克高筋面粉 3克酵母 30克白糖 3克盐 1克鸡蛋去壳后约60克 然后再把之前发酵好的波兰种加进来 就不用再另外加液体了 只要鸡蛋不偏小就刚刚好 然后揉至面团光滑 有面膜机或者厨师机都可以用 都没有的话用手揉也很快 几分钟就能扯出这样粗糙的膜 这时候加入15克软化的黄油 继续揉至黄油完全被面团吸收 加入15克黑芝麻 把面团剪开 这样芝麻和面团结合的能快一点 然后继续揉直到出薄膜 其实波兰种面包对出膜要求并不严格 只要面团光滑了 即使不出膜 面包也非常柔软 像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密封发酵 发酵至原来的三倍大就可以了 按板上刷油防粘 面团稍微按压排气 不要过多的去揉面 然后滚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16个小剂子 然后再把所有的小剂子揉光滑 团成小丸子 也可以包上你喜欢的馅料 别看现在这么小巧 这块面包爆发力非常好 一会烤出来比现在要大好几倍 烤盘刷油防粘 或者垫油纸也行 生皮之间稍微留宽一点空隙 烤盘盖上保鲜膜 防止表皮变干 阿刺醒发至原来的三倍大 烤箱上下管160度 烤20分钟左右 上色满意以后 可以盖上锡纸防止烤黑 非常健康的全麦面包 口感也很好 没有粗糙感 而且很有嚼头 越嚼越香 吃不完的蜜蜂常温放置 我最多放过三天 依旧非常柔软 早餐来两个全麦面包 搭配一杯牛奶 美味营养都能跟得上 欢迎转发分享 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